今天中午的12点,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滇葬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将会正式开通运营。 首趟列车从香格里拉发车一路驰骋到达终点昆明站。 现在总台记者刘文杰就在香格里拉站,马上来连线他。 文杰你好,那过一会儿随着这个首趟列车的发车,云南省庆敌藏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同铁路的历史。 其实这无论是对于当地的群众还是对于想到那去旅行的旅客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那现在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站的站台。 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正在组织乘客上车的,就是今天要发出的复兴号动车组,这也是今天的首发列车。 这是一款特别针对滇藏铁路沿线高原高寒环境设计的动车组,它和一般的复兴号啊,从外观颜色上来看的话,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整列车的涂装呢,以中国红为腰带,以国怀绿为窗带,用长城灰进行了点缀。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整体外观大气优美。 颠藏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段啊,从海拔2400米的丽江站出发后,大部分线路都处于爬坡状态,最大的坡斗呢,达到了千分之28.5,就相当于长度1000米的距离。 起点和终点的高差啊,达到了28.5米。 在到达香格里拉站的时候,海拔已经达到了3300米左右,可以说啊,这是一条穿行在高原上的动车线路。 所以在这里运行的动车组都进行了特殊的设计,整个车体呢,采用了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流线型外形,这样呢,可以减小车辆运行中的阻力。 同时啊,为了适应电脏铁路特殊的运行条件啊,整列动车组也进行了提升了全车的密封性能,增加了压力波保护控制系统,能够在列车出入隧道或者汇车的时候,根据涂车信号,及时的关闭空调的新风口和排风口,避免外界空气压力急剧变化以后啊,对车厢的旅客造成不适。 此外呢,因为高原地区的沸点降低啊,列车上的电热水器增设了自动保温和低温的排水功能,能够保证蓄水箱内水温达到95摄氏度以上,这样的针对性设计啊,也使得这个动车组的多项技术都填补了行业空白。 那在今天的首发列车上啊,一共载有676名乘客,他们当中啊,有受邀前来参加的群众代表,还有学生团体,也有参与铁路建设的施工单位代表,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啊,才有了今天的通车。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向这些建设者啊,表达深深的敬意,呃,在中午12点整整点的时候,列车将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随后经过丽江开往昆明,在下午4点43分就可以到达,那这个时间呢,比一往乘车时间缩短了两个多小时。 而在香格里拉站首趟列车开出前的20分钟,从昆明开往香格里拉的首发列车,也已经朝着这里行驶过来。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在几次在这条线路采访啊,还有一个亮眼的发现,那就是几座客运站的站房的设计啊,都各有特色,而且融入了浓厚的民族风情。 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香格里拉站,整个建筑设计灵感就来源于站房对面,微额壮丽的石卡雪山,融合藏式建筑特色元素。 而不远处的小中电站呢,就以高原上的屋脊为设计理念,绽放立面的玻璃与石柴木墙的疏密变化,并且兼顾了建筑的采光与保温功能。 到达丽江境内的拉什海站呢,位于拉什海高原湿地自然保护区附近,站房的外观设计啊,也体现的是山与水的元素。 而丽江站呢,则充分融入了当地的民族特色,具有鲜明的纳西族风格和特点,是一座现代化,融合现代化民族风的建筑。 所以通过几个站房的简单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条铁路线呢,不仅为当地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机遇,也串联起了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虎跳峡,哈巴雪山等众多的著名景区,可以说是一条风景线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乘坐动车,一起来美丽的香格里拉,看一看,转一转。 主持人,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文杰,我们也收到了邀请哈,正像我们的记者,以及刚刚片子当中提到的,编藏铁路立香段的开通,串起了很多著名的景区,所以这条线也被大家誉为是美丽云岭天路。 享受着通行的便利,欣赏美景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两万余名建设者九年时间的坚守。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记者几年来持续记录拍摄的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条铁路建设中的故事。 沿着奔腾不息的金沙江往香格里拉方向,就看到了这座蓝色的大桥,像一条钢铁巨龙,紧邻玉龙雪山,横跨在金沙江上。 这就是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金沙江特大桥。 我国建成的首座大跨度铁路专用悬索桥,全程882.5米,桥面离江面垂直距离约250米。 一桥飞驾,两岸便通途,大桥的建成把两端的玉龙雪山隧道和哈巴雪山隧道连通了起来。 而这两座隧道都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现在是5月10号,工人们正在进行的作业是对隧道的知乎进行拆换。 整个拆换作业现在只剩最后的30米了。 可以说整个隧道的建设也进入了冲刺阶段。 哈巴雪山隧道在建设过程中,不仅发生过上百次大大小小的秃泥、涌水等险情。 因其特殊地质引发的大变形,导致隧道动体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开挖好的作业面挤压。 2015年开工建设的时候,哈巴雪山隧道有三个作业面。 受大变形的影响,施工作业面最多的时候增加到了22个。 今年7月8号,全长9523米的哈巴雪山隧道终于贯通。 这是全线贯通的最后一座隧道,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基础。 两个月后,随着轨道铺设作业在香格里拉站完成, 全线进入轨道经条和战后电力通讯等四电工程施工阶段。 这也是铁路开通前的收尾工程。 并将至香格里拉铁路途径高原雪山地区, 沿线地形起伏大,长大坡道在国内铁路项目罕见。 建设期间,我们攻克了金山加两岸的鱼龙雪山隧道, 哈巴雪山隧道,高定义率大变形地质难关。 为今后建设高原铁路储备了人才,积累了宝贵经验。